美光灯闪不停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晚间 顺利抵达越南 越南政府大阵战欢迎 川普周车劳顿略显疲 仍然与场边人员握手致意 川境二会今天登场 不过就在全球瞩目 这场美朝盛事之际 川普被国会打脸 踢到铁板了吗 综合媒体指出 美国众议院昨天投票 决定撤销总统川普 为了修筑美墨边墙 而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 阻止这项命令 这项决议案在民主党所掌控的众议院 以245票对182票通过 共和党有13名议员跑票投下赞成票 接下来将交付共和党站多数的联邦参议院进行表决 18天之内完成 虽然共和党站参议院席次过半数 但是据传有多名共和党议员表态 将倒戈投下赞成票 也就是说此案通过的几率将会大增 部分共和党议员对川普的做法感到担忧 警告川普的行为会成为恶力 未来总统可能会在气候变化 或者是在强制控管等等问题上 绕过国会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不过川普先前已经放话表示 如果参众两院都通过这个案件 还送交到白宫签署 他一定会动用否决权来加以反制 倘若国会要推翻总统的否决 需要参众两院各有三分之二 多数议员投票支持 门槛高恐怕不简单 而我们不过来自19刻以后 电 Tam 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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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可以 养伤 这个片面